冠军城里的房子并不是全部一般高的 他们高低错落各不相同 所以在房顶上奔走 跟在平地上行走是绝对不一样的 不但要随时跳跃 还要充分地估计两种房 房顶之间的间距以及高低距离 否则一不小心就摔到大街上去了 更何况若是平时摔到大街上还能做点应急措施 现在整个大街上全部都是双方的混战 这个一不小心掉下去 那你可就要小心了 否则直接就会被乱爆给打死了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算流年知道叶茨的降落地点 让是流年这样的高手飞檐走壁的时候 也要小心地如履薄冰 否则真怕万劫不复 这对于叶茨来说 可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他抬头看了看 在不远处的地方是一个钟楼 而钟楼的位置距离现在流年奔跑的位置还是很近的 根本就没有仔细想 叶茨的身体已经代替他的大脑做出了最好的决断 他后退几步 然后快步冲上前 在拍卖场房顶边上飞身一跃 整个人就仿佛剑一样 朝着钟楼的方向冲了过去 一边朝着钟楼方向冲 一边还要控制着自己不断下降的身体 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好在 他的四肢和感觉已经锻炼得十分敏锐了 稍微一点点的疏忽都会下意识地避免 这才让他以最快的速度落在了最准确的位置上 叶茨的一只脚在飞速的活动中 猛地踩住了钟楼墙体的一脚 然后另外一只脚利用惯性 飞快地沿着墙壁朝着流年奔去 远远地看去 他就好像已经脱离了地球引力一般 直接在垂直的墙壁上奔跑着 可是只有叶茨自己才知道 这是那猛冲过来的惯性 是长久不了的 好在 这钟楼的墙壁并不宽阔 很快 他就已经从这个墙角 冲到了那个墙角 就在他的身体 要掉下去的一瞬间 他双脚在猛地一蹬墙角 他的身体 再次像是离闲的剑一般 朝着流年的方向冲去 就是现在 攻击范围 叶茨一边在奔跑跳跃的同时 已经将强化灵猴守护 换成了强化猎鹰守护 不仅如此 他的强化猎人印记 已经红艳艳地 晾在流年的头顶了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连环剑 多重剑 毒蛇钉刺 全部朝着流年飞了出去 流年虽然一直在奔跑 在房顶之间跳跃的时候 也小心翼翼的 可是 他的目光 一刻就没有离开过公子幽 所以 当公子幽的身影 从拍卖场的房顶 飞出来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开始做好了 射击的准备 不得不说 在利用天然条件的方面 公子幽要比他占优势 只看他从房顶到钟楼 再从钟楼冲过来朝自己 丢出技能的瞬间 华丽锐利的 就好像一把 欠满宝石的笔手 漂亮的 连流年自己 都忍不住叫好 好的对手 不但是一生最美的追求 而且 也是最了解自己的人 这句话 放在叶茨和流年之间 再合适不过了 就好像 叶茨能对流年 接下来的动作 预判的准确率 高达80%一样 流年 对于叶茨 所有的心思和动作 乃至 他要做出的反应 预判准确度 也有80% 所以 在叶茨跳跃起来 丢出强化令人影刺的 那一刻开始 流年就已经大概预知到 叶茨接下来 要释放什么技能了 所以 他并没有再朝着 叶茨的方向飞奔 而是迅速的 就朝着左后方 跳跃起来 一边跳跃着 他的一两串技能 就已经朝着叶茨 放了出去 叶茨 在空中 一个翻身 躲了过去 而流年 同样也因为 这一次的闪躲 将叶茨的几个技能 统统躲了过去 只是 他没有料到 叶茨的多重剑 居然已经能一次性 射出多达七只的弧形剑 角度 没有掌握好 被生生地 射中了两剑 顿时 血条就空了三分之一 果然是 极高一等 压死人 流年看着自己的血条 直皱眉 自己朝着叶茨 释放技能 并不是每一次 都能命中 可是 他打自己 不但次次命中 而且伤害值 要比他高得多 这样下去 情况对他 真是大大的不好 流年 微微眯起了眼睛 伸手 就在嘴角边 打了一个口哨 顿时 一只巨大的吸血蝙蝠 便在他的身边 出现了 叶茨冷笑 难道 只有你会找宝宝吗 他也吹了一个口哨 不过 让他吐血的是 系统提示 如此回复他 此处 不适合召唤 陆地宠物 还有比这 更雪上加霜的 系统提示吗 叶茨讲 没有了 作为一个猎人 特别是作为一个 以兽王系宠物天赋 为主的猎人来说 还有什么 是比这个 更加悲催的事情 本来 叶茨也不太想 采用兽王系 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 可是 他收的两个宠物 都算比较彪悍的 如果 不主修兽王系的话 实在是有点浪费 这里 不适合召唤陆地宠物 这只说明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陆地宠物 不能在房顶上移动 也不知道 是不是系统采取的 人性化的设计 想想看 也是 要是叶茨在这个地方 将老四召唤了出来 先不说 那么多房子空隙 他能不能跳过去 就说他奔跑过之后 他走过的房顶 还会不会保持原样呢 估计 这也是一个问题 看来 这史诗级的宠物 就算十分霸道 也不是什么地方 都能来去自如的 而流年带的那只 巨大的吸血蝙蝠 就完全没有叶茨的 这种担心了 人家 是飞行系的宠物 只要天空中 还有位置 人家 就能召唤出来 想到这里 叶茨就越发的 咬牙切齿了 这都是什么事 跟什么事啊 他怎么一遇见 这个流年 就准没有什么好事 真是一个 让人头疼的存在 流年本来 听见叶茨也吹了口哨 心里知道 那只巨大的恐龙 就要冒出来了 这让他心里 有点没底 毕竟现在 自己和叶茨 相差好几集 而宠物的等级 和主人是相同的 那么 他的蝙蝠 也就差叶茨的恐龙 有好几集 宠物不比玩家 它们完全是 系统的数据生成 就算再智慧 就算再聪明 那也是 系统生成的数据 它们没有办法运算出 对方在下一刻 要做什么 以什么样的姿态 进行对抗 是对自身 最好的选择 它们唯一能做的就是 不停地进攻 进攻 再进攻 而就是这样的进攻 势必会让蝙蝠 和恐龙 正面对上 这样的对决的话 会让低个几级的蝙蝠 时时刻刻的 处于受压制的状态 那样的话 流年就会很被动了 可是 现在的情况 似乎并不是 那么一回事 叶茨吹了口哨之后 宠物并没有马上出现 流年当然不会愚蠢到 认为他的宠物 给叛逃了 唯一能解释 这个情况的理由就是 现在他们所处的位置上 根本不允许召唤那种 大型的陆地形宠物 机会来了 虽然流年 对于谁输谁赢的结果 并不是那么在意 但是在过程中 他是绝对一个机会 都不会放弃的 在准确地判断出 叶茨无法在这里 找出宠物之后 他立刻让自己的 吸血蝙蝠 朝着叶茨开始攻击过去 他必须抓紧 一分一秒 因为他不知道 叶茨是不是和他一样 拥有这样的飞行宠物 如果拥有的话 那么他现在的这点优势 就会立刻的 消失殆尽了 事实上 叶茨并没有飞行宠物 在他的宠物栏里 除了老四 就只有那久久没有出场的老三了 所以 在系统提示了 他无法召唤出老四之后 他所做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急速地奔跑起来 朝着那些 又高房顶 而且狭窄的地方奔跑 猎人 作为生存能力很高的职业 在野外作战的时候 除了要对自身的操作 很有把握之外 还应该对于野外 所有的环境 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 这样 才能在危机出现的时候 为自己找到最好的避难所 这一点 叶茨是知道的 流年 自然也是知道的 当他看见叶茨 朝着附近最近的 瘦高 并狭窄的房顶裙 奔跑的时候 他就已经知道了 叶茨 要做什么了 这个时候 要是叶茨首先进入了 那狭窄的房顶裙的话 流年 就会被动 首先 他的蝙蝠 没有办法进入那房顶裙 去攻击他 其次 他躲在 幽暗狭窄的暗处 自己要想用弓箭射中他 那可是 极为不容易的事情 可是 他要想攻击自己 就容易多了 这样一来的话 现在自己刚刚 占了上风的优势 就会立刻逆转 变成对自己 最不利的劣势 流年 一边奔跑 一边眯起了眼睛 沉思着 然后立刻 又吹了一个 绵长幽远的口哨 叶茨只觉得 自己身后那 原本紧追不舍的 吸血蝙蝠 猛地 煽动着巨大的翅膀 然后 向高处飞去 这是怎么回事 流年 放弃攻击了 这怎么可能呢 他怎么可能 会放弃掉一个 对自己 最有利的时机呢 那么 他要做什么 叶茨微微地 抬起了头 不看不要紧 一看 竟然觉得有些惊讶 这个流年 果然不简单 他直接利用蝙蝠 加速时 要在空中 升高盘旋的姿势 让他猛地飞高 接着绕过一个圈子 从正面 朝着他的面门 直扑过来 这个家伙 和自己 倒也是同路人 看起来 似乎人模人样的 文质彬彬 但是 你遇见战斗 可是什么 阴损的事情 都干得出来 叶茨 没有觉得生气 或者愤怒 反倒觉得 有意思结了 其实 在战斗中 无所不用其极的人 太多了 可是 有些人 不一定是 什么都想得到 和他玩起来 也会觉得无趣 可是流年 却是一个 和叶茨 半斤八两的家伙 跟这种人交手 更让叶茨觉得 什么叫做 与天斗 与地斗 与人斗 其乐无穷 七血蝙蝠 飞得极快 眼看着 就要铺上 叶茨来 他也顾不上 什么美丽的形象 别人忙 一个猫腰 就是一个驴打滚 就躲了过去 阿娜利慧 不偏不正的 正好坐在 叶茨 刚刚站的地方 只听见 啪啦的一声 脆响 叶茨站过的地方 的瓦片 就已经 碎成了一片 可想而知 这力道 得有多大 要是刚刚那一嘴 不偏不正地 捉在他的身上的话 就算 写下不了多少 那疼痛感 也不是吹的 叶茨这边 闪避着蝙蝠 继续想往那边的 高房顶区奔去 可是那边的流年 却偏偏一点 也不随他的愿 左右闪躲着 朝着叶茨 发出了 灵力的技能 将他生生地 困在了 吸血蝙蝠的边上 猎人 有个别称 八马弱智 也就是说 猎人的强悍 在于他的远程 如果 他和目标的位置 接近为八马以内 猎人实在是 不足为惧 不说别的 他近战技能少 爆发力不高 所有的远程攻击 全部都需要 逐敏捷 负力量 而近战 最主要的属性 就是力量 加点偏重于 敏捷的猎人 在近战中 是一定 占不到什么便宜的 一次现在 就遇见了 这样的情况 他的对手 是个猎人 而且这个猎人 可以招宠物 而他 则完全不一样 虽然等级 比对方高几级 可是 他没有宠物 在对方的宠物 缠着自己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 用弓弩 直接除掉 对方的宠物 只能用那 为数不多的 近战技能 跟他死耗 而这个时候 对方却可以 从远处 直接站桩 朝着他攻击 涅茨觉得 他真的 没有这么狼狈过 虽然他一直觉得 自己作为一个猎人 还算是合格 还算是风骚 甚至 还算是高王 可是 在面对这种困境 面对同样实力的对手的时候 一次才发现 其实自己的危机处理 并不够格 他到现在 遇见危机 不过是站着自己的 敏捷高 平衡高 跟对方玩花样 可是 郑正面对这种 死缠烂打的局势的时候 他完全 没有攻击的重点了 这种略势 实在是太让人心烦了 叶茨看见 自己的装备技能 冲刺 已经冷却好了 立刻毫不犹豫地 点开了冲刺 立刻就拉开了 和流年 以及蝙蝠的距离 就在这个空隙 他拿几个 极具爆发力 和强有力的技能 已经朝着流年 放了出去 流年 一个躲闪不及 生生地 挨了几下 虽然不至于 直接秒杀 不过 也只剩下血皮了 他立刻朝着 自己的嘴里 塞了一颗止血药液 然后一边快速地 依Z型路线飞奔 一边朝着自己的身上 开始拍绷带 让自己的血线 提了上来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蝙蝠 又要朝着叶茨的方向 飞过去 他又开始吹那种 绵长的口哨了 叶茨自然知道 流年又要操纵着蝙蝠 朝着自己 加速攻击 不过 在同一块石头 摔两次的事情 那绝对不是 叶茨会做的 他猛地跳跃起来 飞身空翻 朝着高处的蝙蝠 放出了几个 伤害值不算太高 但是附带着持续伤害的技能 不仅如此 他落地之后 便再也不管那蝙蝠会如何 就一边灌着药 一边朝着流年的方向 奔了过去 奔 不仅仅就奔着 而是一边奔走 一边有技能压上 流年是行走这线路线 而叶茨的路线也不是直的 两个人太过相似的移动方式 太过相似的移动速度 甚至太过相似的攻击方式 都让对方有一种 在给自己照镜子一般的错觉 本来 一直追着叶茨的巨大蝙蝠 因为身上带着 多种持续掉血的技能 追着追着 忽然惨叫一声 跌落不见 流年只是瞇了瞇眼睛 并没有太在意 召唤宠物出来 只是一个小小的伎俩 他没有想着 靠着这个优势 战胜叶茨 他更喜欢 跟他就这么 针锋相对 在东大陆的地盘上 你绝对占不到便宜 在两个人擦身而过的时候 叶茨冷冷地说 流年却望着叶茨那张 紧绷的脸微笑 无论在哪里 我都不会数 针锋相对 似乎才刚刚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